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片狼藉 大街上也没什么人 还贴满了学人启示 似乎出过一场大事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 因为丧尸病毒的爆发 虽然拦主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地上有钱还是要减减低 万一以后有用呢 拦主来到一个教堂 大厅里也全是腐烂的尸体 似乎大家都跑到这里来避烂 但依旧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 此时 一个神父模样的丧尸 踩着小碎布向拦主走来 挥舞着双手 拦主就算是灾蠢 看到这种样子也啪呀 赶紧往外跑 后面几个听到声音的丧尸呢 也追着过来 危急关头 两个蒙面人出手 用燃烧瓶阻止了丧尸的攻击 蒙面人带着拦主回到他们的据点 原来呀 拦主只是一个邮差 前段时间因为出了车祸 被送到了医院 结果一觉醒来 整个世界就变成这样了 救他的呢 一个是高冷的黑妹 一个是华劳兰 两个人呢 也就跟他介绍了一下情况 这种依靠血液传播的丧尸病毒 已经传播开了 20秒钟就足以让感染的人变异 现在是没有警察 也没有军队 也没有政府 想要活下来 咱们就得靠自己 有点悲伤啊 但拦主毕竟尚有老 目测还是个单身偶 所以想回家看看父母 确认一下死活 另外两个人呢 也没什么事做 这里也不安全了 三人决定一起过去 不出塑料 来到拦主的家 他的父母已经死了 像是服毒自杀的 也许就是因为 不想成为丧尸的医员 一晚拦主私自点蜡烛 不小心引来了周围的丧尸 黑妹和华劳兰 赶紧过来救人 一番混战 拦主武师毫发无伤 可华劳兰却被咬了一口 他正准备开口解释 还没说第一句 黑妹上去就是一通乱砍 用黑妹的话说 因为变异太快了 不下手就会变成新的敌人 但我深不要怀疑 黑妹这个手法 是不是跟他还有点丝绸 这下手也腿狠啊 没办法 此地一步一久留 两人急忙动身离开 路上呢 看到一栋楼的房子里 闪着亮光 难道有其他的幸存者 啊 那就上去看看再说呗 这个时候又有几个丧尸 追了过来 此时的拦主 还是一个战斗力 只有五的喳喳 黑妹再疯也不能一打几啊 两人拼命的往楼上狂奔 像我以前上班辞到 等不上电梯 爬楼梯的样子啊 幸好上层一个 穿防暴服的壮汉 站在楼梯口挡住了丧尸 他就是幸存者王老汉 他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他们呢 住在这里安全是安全 但是水已经快消耗完了 也不能久留 之前通过摄影机 收到一个循环播送的广播 说是有一个据点 那里有军队 有食物和水 活着的人呢 可以去那里避烂 外面危险 路途遥远 现在正好四个人 相互有个招影 大家就一起出发呗 经过一个地下隧道的时候 路都被废弃的车给堵死了 王老汉一脚油门 直接就从车顶通过 展现了这辆老爷车的良好性能 但轮胎也被炸破了 此时的男主似乎看到一群追来的丧尸的影子 关键时刻大家一起抬车 由王老汉的女儿以迅雷不计 眼耳盗银之士换胎 才在最后一刻逃走 这说明女人换备胎是有先天优势的 后面的路程基本就有惊无险了 渴了饿了就去经过的超市随便拿 累了呢就在野外露营 四个人之间的关系呢 犹如一个新的家庭一般 经过几天的长度跋涉 总算来到了广播说的地方 可这里似乎失守后被军方遗弃了 失望至极的王老汉有点崩溃 气愤的踢旁边的铁门发泄 结果上面有一具被感染的尸体 一滴病毒血液 正巧就滴到了他的眼睛里 你也颓翘了 我认认真真滴眼药水都没你这么准 按道理他们应该马上动手杀死他 可毕竟是有了感情 大家都没办法下手 此时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突然出现 射杀了王老汉 随后拦住一群人就被带到了他们的据点 这些士兵的老大呢 亲切的带着兰主他们参观了防御公事 总之就是安全的很 来这里以后就安心住下吧 看着这群士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原本以为是心灵的些许抚慰 可过不了多久 就有人对黑妹出言不逊 毛手毛脚起来 毕竟曾经这里一个女人都没有 兰主为了给黑妹出头 冲上去就被放倒在地了 毕竟他只是一个油猜 别人是职业军人 在上校的劝解下才脱身 但他同时也告诉兰主的 其实呢 他们对外广播的目的 就是吸引女人过来 因为子弹总有打完的 食物总有吃完的 只要有了女人 就能繁衍后代 人类就有希望了 感情尼巴找女人做CCO的事情 说的如此伟大正义 我差点都被你感动了 兰主听完赶紧就准备去 拉黑妹和小女孩离开 黑妹之前间接表达过 他喜欢兰主啊 还没走几步 果然就被其他士兵再次放倒 这边也有一个正义感比较强的士兵 想要帮兰主 可惜呢 很快就被了一帮禽兽给一并支付 第二天 兰主和那个出于女儿不染的士兵 被带到了野外准备枪举 这里还是很便宜 估计他们之前没少处决过不听话的 信号压他们过来的两个人 勒哄起来 兰主趁乱逃了 就在逃跑途中 他看到了一架飞机 有飞机说明是一个 有组织的幸存者基地 而且很有可能 有一块隔离的安全空间 再想想黑妹和王老汉的女儿 两个弱女子 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扔下他们 那边 据典的士兵们呢 已经等不及了 强迫黑妹和小女孩 穿上漂亮的衣服 准备晚上进行一些 不可描述的群体活动 请搜啊 正在拉扯中 外面警报声大作 原来是拦住搞的 他特意引诱几个人出来 凭借麻雀战 出其不意地杀死一个 捡了武器之后 再回到据典 将关在后院 他们准备做研究的丧尸 给放了出去 房子里的士兵被突然 闯进来的丧尸 杀得措手不及 没咬中一个 20秒钟之后 就有一个新丧尸 拦主同时也潜伏在暗处 一起劣布他们 很快这些人被逐一击破 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拦主也找到了黑妹和小女孩 三人正准备坐车离开 没想到上校就躲在车底 一枪打伤了瘦肉的拦主 在驾驶室的小女孩怒了 一个倒车入库 精准地将上校送到了 丧尸的手中 接着小女孩在开着车将兰主和黑妹接走 永远的离开了这里 又一个28点以后 兰主从睡眠中醒来 下窗来到楼下 原来他们在一个乡村的老房子里 这里人烟稀少 肯定是觉得安全的 小女孩突然从门外窜进来 告诉大家飞机来了 三个人赶紧拿出做好的床单 在草坪上拼出了哈喽的字样 显然他们这次肯定会被侦察机发现 而且他们并没有拼写help的求救口号 而是拼出了哈喽 显而易见 经历了那次事件 他们内心强大到已经不需要叫做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金变28天是金变28周的第一部 但是从档次上比续度高了 不知道多少条街 导演用画面将很多的细节展现给我们 比如拦主捡钱 拦主父母自杀前手上还拿着他的照片 教堂里面集中的尸体 街上贴的寻人启事 王老汉家里鱼缸已经见底的水 其实这些细节对主线剧情来说可有可无 但是添加了之后 整个末世的气氛 以及之前有可能发生过什么事 可以让每一个观众都能根据这些线索 猜到和体会到 这才是一个优秀电影导演 该有的水準 所有的观众都知道电影故事是虚构的 只是希望在播放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能暂时做到让我相信 很显然我们很多的已是从业者 还没有这个能力 不过进步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可以先从巨拍霸道总裁这个题材开始 我是恶斗 一个让你沉迷于故事的讲述 浓缩电影精华又不失它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掘 扫描它 然后带走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